用地審批是中國土地管理的 一項基本制度 原土地管理法 嚴格規定用地審批權限和程序 在新增建設用地從嚴從緊 嚴格保護耕地等方面 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客觀上用地審批周期較長 與當前經濟社會發展 需要有較大的衝突 我們這兩年以來 中國的應該說整個土地管理 有幾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我們都知道 到2018年就是中國機構改革以後 成立了自然資源部 自然資源部 它是整合了原來的國土資源部 包括我們的城鄉建設部 包括了農業部 水利部 林業局 海洋局 一系列部委的功能 使得我們現在的自然資源部 它是統一來管理全國的國土空間 和生態環境的修復 因為整個機構 面臨一個比較大的調整以後 實際上我們相關的管理制度 也面臨一些改革上的要求 第二個方面我們也都知道 2019年我們是 全國人大通過了新的土地管理法 從2020年1月開始實施 新的土地管理法 對我們包括增地的權限 包括農村三塊地的用途 包括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 現在就好幾個方面 都做了比較重大的改革 那應該說新的土地管理法 通過了以後 那相應的土地管理的制度 也面臨一系列改革的要求 在以前 耕地超過35公頃 或者其他土地超過70公頃 如果要審批 就得上報到國務院 從現在開始 這八個省市 以後就不用上報到國務院了 可以直接在省內審批 他們的經濟發展 應該說經濟都比較發達 經濟發達就意味著什麼 城市化和工業化 它的用地需求很大 用地需求很大 而且這些東部省份 往往它的面積相對比較小 所以說它的生產生活生態的 用地矛盾是比較突出的 它迫切地需要土地供應 和土地管理方面的改革 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 這八個省份我們看起來 它都是在落實 十八大提出的 五大發展理念 就是創新 協調 綠色 共享 開放 落實五大發展理念 比較好的地區 從這個角度來說 也希望它們 應該說可以取得 更好的改革試點的效果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 一些地方建設項目占用耕地嚴重 中國耕地面積快速減少 1996年 中國耕地面積為19.51億亩 2006年 中國耕地面積為18.27億亩 為了保證國家糧食安全 中國提出了 確保18億亩耕地紅線的要求 其中 永久基本農田 又是其中的保護重點 很多人擔心 這次新政會不會因為 此次土地新政而慢慢被遺忘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中國對永久基本農田管制的 這個意圖和目標是不會變的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基本上確立了 就是大概要保證 我們15.5萬畝的 永久基本農田的紅線 這個是不會變的 也就是說 在全國的大盤子下 這個永久基本農田的規模 是不變的 截止到2018年 北京市耕地面積 2200平方公里左右 約佔全市土地的13% 上海市耕地面積 1800平方公里左右 約佔全市土地的三分之一 因此有網友表示疑問 像北上廣深 這樣高速發達的超級城市 依然保留了不少的耕地面積 是否還有必要 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 在我們堅持最嚴格的 耕地保護制度 和用途的管制制度 這個前提下面 但中國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我們的東部沿海地區 因為經濟比較發達 用地量規模比較大 但是我們一方面 要堅持嚴格的耕地保護 就意味著 我們的整個用地的管制 用地的審批的程序 這個流程是非常長的 而且我們實際上大量的 地方用地的權限都要在國務院 這次新的土地管理法 實際上國務院仍然保留了什麼呢 仍然保留了永久基本農田 保留了30公頃的耕地 和70公頃其他用地的審批權 所以說地方 因為用地在地方 但是審批在國務院 它這個審批流程 和審批周期很長 地方的項目建設 在用地需求和土地供應上 就會產生不匹配的矛盾 這個矛盾應該說 這些年來也激化得比較厲害 客觀上也要求我們 去在用地管理上做一些改革